新盛景掌中劇团 伏魔英雄铁之在线白光剑 由许正宗 陈冠林 陈献忠 周川富等 北中南老中青三代演师集结演出 由掌中戏大师陈锡黄担任戏剧指导 结合3D动画与光雕投影 是戏曲中心首次在大表演厅演出的掌中戏 不是说有新的那种枯枝 我们这枯枝不像我们的枯枝就对 不过在盘山上发现 我们要签名 比枯枝才要拿出来 要拿出来 要拿出来 就这样才是由我重新重新 因为要给观众知道说 台湾的布袋戏不一定持有传统 也不一定只有光雕 也不一定只有金光 他把金光传统还有所有传统布袋戏 大的小的全部集合 这一支戏真的很好看 我们在红楼演过三天 也是都爆满 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分重的时代 然后串流媒体其实 就其实很少年轻人会想要重新再去看掌中剧 那这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算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为民的市场 所以说我们希望可以就是从今 去用一齣戏里面去帮大家的 就是在台湾的北中南有不同的表演的流派跟系统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把这些的 不同流派的剧种 戏种把它给包装起来 然后重新的来做演绎 那让大家就是可以团结 然后一起共同的抚摸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齣戏 扶摸英雄帖的含义这样子 因为我们想要去对抗 就其实我们是一个不想认输的 呃 一个扶摸小队 我的私鞭却被淹没在掌声之中 我开始不太明白为何我要私鞭啊 你说你不明白什么 我开始不明白为何我要私鞭啊 我开始就不明白什么叫私鞭 博优座花豹金剧裸骨资商客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寓教娱乐 随着资商师的脚步潜入金剧股师的内心宇宙 传统戏曲里面就是有一句话叫做 三分前场七分后场 就是说演员一个戏的成败 演员只占百分之三十而已 那这七分的后场呢 值得就是文物场的乐队老师 那但是呢 我们看戏的过程中很少人会提提这一块 而且很少人会为了他们做一出戏 所以我们这次花豹金剧裸骨资商客 它不是一个客 它是一个演出 然后它是一个适合合江观赏的一个戏 让大家借由一个古诗的生命路程 然后当然有一些搞笑喜剧的部分 然后可以看着这个戏 寓教娱乐就理解金剧裸骨有多么的 有深度 然后多么的与我们生活多么的相关 它一定有很多欢乐的部分 对 它可以让观众更容易进入到剧情里面 代入然后投入到里面 但我们也会有很多比较探讨意义啊 人生的意义 人生意义啊跟感人的部分 都会有穿插在里面 我是真的你是嫁 我是真的你是嫁 哟哟哟哟哟想回家 你欲我做到不理想 如果世上出现一个更好更乖的自己 该怎么办 儿童歌仔细我的风神宝宝与风神宝宝 透过真假风神宝宝 一起探索人格的不同面相 与亲子之间的爱的本质 我生了女儿之后 我才非常有感触是在育儿的阶段 我们很容易落入 上一代给我们的教育 就是比较 上一代的爸爸妈妈总是会说 你怎么样做比较好 你怎么样做才符合社会的规范啊 就是好像想要把每一个人都装进 社会规范里面的框框里 那这一出戏我们想说的是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质 风神宝宝也是 如果爸爸妈妈我们用同理心 然后站在孩子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其实比较大的程度 是在讲亲子教育 然后希望爸爸妈妈 跟我一样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更年轻的 或者是更上一代的都好 你们看完戏可以 跟小朋友有更多的交流 旅店看板娘为复仇穿起男装 戴上昂翠秋却意外爱上仇家 晚仙桃剧团昂翠秋的少女 以歌载调改编京剧心安逸 带来性别改办的颠倒之梦 真云林格掌中剧团 与香港浪人剧场合作 推出人偶共演的千年幻恋 透过科幻及古典两条故事线 创造虚实交错人偶难辨的迷离世界 为鼓励青年朋友善用文化部成年礼金 夏日生活周剧展特别为18岁到21岁青年 线上破百席专属青年席位 搭配票价五折优惠 邀请青年走入剧场用文化币做会来民望 大家都会做民望 不是在睡眠的时候做民望 那做梦的时候很多的梦境 梦里面的情景 这真的是假的 这搞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们会规划这个主题 是希望用轻松活泼生动 然后跨界多元的一个表演方式 吸引这个亲子的家庭 还有年轻的族群朋友进来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传统表演艺术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而且借着欣赏每一档的表演 可以好像让梦境实现 这是今年规划的一个想法 夏日生活周五档节目 我还会我们的这个传统